今年美國勇敢之盾 軍演於9月14日展開 在西太平洋關島和馬里亞納群島附近海域 集結陸海空軍及陸戰隊 超過100架戰鬥機 1萬1千名官士兵參與 參演單位包括 列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美利堅號兩棲代命支隊 空軍派遣加油機協助海軍艦載機進行整補 另外常駐阿拉斯加的第18假想敵中隊 逆潛進關島與海軍飛官切磋 美軍進行實彈演習 聯合空中水面吸水下的戰機、軍艦、潛艇發射武器 成功擊沉一艘推役軍艦 20日中透過社群媒體公布一段 從戰鬥機上拍攝的畫面 太平洋艦隊21日發布安提坦號 巡洋艦成功發射戰斧攻陸飛彈 民眾關島北方150海里處的梅迪尼利亞島靶場 模擬打擊敵方地面目標 安提坦號巡洋艦是最近一批 航經台灣海峽的美軍軍艦之一 安提坦號指揮官卡德威宗教表示 美軍致力於維護安全與區域穩定 對各種突發事件保持應變準備 發射戰斧攻陸飛彈 是勇敢支盾演習的一環 令列坦號航艦打擊群 演練關鍵戰鬥技能 提升戰術能力 以造出各種可能的軍事反應 捍衛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與其他人的軍事反應 與其他人的軍事反應 在亞太太的軍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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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為了一場